许久未露面的王凯,这次终于和大家见面了,王凯和谭松韵俩人的关系就传得沸沸扬扬,甚至有爆料俩人已经见了双方家长,准备迎接人生大事。 不过对于俩人的恋情,当时人从未正面回应过。 俩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? 真的要步入婚姻的殿堂吗? 此前,王凯就在自己的个人采访中,透露过自己要是喜欢一个女生的话,会首先去看她的眼睛,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 从这个人的眼神中,大概就能分辨出,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 在电视剧《向风而行》的粉丝见面会上,凯凯王三次看向了谭松韵,明明她的身体方向不是朝着谭松韵,可她的眼睛,就是控制不住地想要回头看她。 第一次悄悄地瞄一眼,第二次稍稍停留了一段时间,第三次直接目光紧锁,一直直勾勾地看着谭松韵,谭松韵的眼神都不敢乱瞟了,一直不敢回头看王凯。 是怕对上眼以后,两人拉丝的眼神,会直接官宣吗? 一向高冷的凯凯王啊,在谭松韵面前,都笑得乐开花了。 电视剧《盛典礼》上,主持人在线撮合,询问谭松韵说,有没有可能跟剧里的顾南亭、现实演员王凯,在一起呢? 生活中有没有一点可能呢? 谭松韵的回答是,希望吧,看缘分。 其实这意思很明显了,等同于官宣啊。 以前松韵都是很避嫌炒CP的,如今没有明确的否认,在某种程度上,就是很确认了。 王凯多次投来深情的目光,让观众不禁纷纷猜测,这是否意味着两人之间有特殊的感情。 王凯曾在采访中透露,他会通过观察一个女生的眼睛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,因为眼睛被认为是心灵的窗户。 这一点引发了人们对于他与谭松韵之间是否存在特殊感情的猜测。 他不仅一次次地投来深情的目光,还在笑容中流露出与平时不同的温暖。 值得一提的是,王凯和谭松韵在片场的互动也颇具亲密感。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自然互动让人感到十分暖心。 王凯在谭松韵笑场时会扶住他的手臂,甚至握住他的手,这些小举动都显露出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亲近。 但更引人注目的是,在电视剧成典礼上,主持人明显在撮合两位明星,直接了当地询问谭松韵,是否有可能和王凯在现实生活中走到一起。 谭松韵的回答充满了暗示,他说,希望吧,看缘分。 这句话被广泛解读为一种间接官宣,暗示了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。 谭松韵的回答也充满了巧妙的语言艺术,他没有明确否认,也没有过于官方化的回应。 这种回答留下了很大的余地,让人们可以继续猜测和讨论两人之间的关系。 王凯和谭松韵之间的眼神交流和互动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和猜测。 尽管他们没有公开承认恋情,但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特殊的感情。 谭松韵凭借着可爱迷人的外貌和出色的演技深受观众喜爱。 从《甄嬛传》里的小配角到耿耿、李尖尖等角色,他成功塑造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。 如今已经32岁的谭松韵,因为娃娃脸依然看上去十分显嫩,像是大学生一样。 这不仅让人感叹,娃娃脸真的太见灵了。 谭松韵从小就对表演充满了热爱,他的演艺生涯可以追溯到他还是一名高中生的时候。 在一次校园活动中,他被一位导演看中,开始了他的演艺之路。 在他的早期作品中,他并没有追求完美的外貌,而是专注于提高自己的演技。 他的演艺生涯充满了曲折和挑战。 早年间,他因为长相不够出众而屡屡碰壁,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。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后,他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机会。 在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,谭松韵饰演了纯贵人这个角色。 虽然他的角色并不复杂,但他的表演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他的天真无邪、善良可爱让人们无法忘怀,成为了该剧的一大亮点。 从那时起,谭松韵开始在演艺圈展露头角。 然而,真正让谭松韵声名大噪的,却是他在校园青春剧《最好的我们》中的出色表现。 他饰演的女主角耿耿是一个性格开朗、善良乐观的女孩,与男主角刘浩然饰演的于怀展开了一段青涩的校园恋情。 谭松韵将耿耿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,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了他的情感变化和成长历程。 万万没想到,一向沉默寡言、英俊潇洒的王凯,居然会对谭松韵动心。 王凯,是最受女士欢迎的,仅次于胡歌。 性格上一个一丝不苟,沉默寡言,冷酷无情,更是一张完美无瑕的脸庞,玲珑大眼,浓美,不得不说王凯的五官很精致,协调,完美无缺。 而谭松韵,不仅身材矮小,剧中的他老是不断地闯祸,招惹了很多的麻烦。 但是他们二人最终还是走在了一起。 王凯真是捡到宝贝了,遇到了一个宝藏女孩。 有着禁欲戏男神之称的王凯,出道至今17年,作品不少,搭档的女演员也很多,但真正和他有CP感的女演员,却并不多。 今天,就整理了出道至今,和王凯搭过戏的四位女星,看看谁最能激发他的苏感呢。 王凯最近几年出演的电视剧都很成功,尤其是《大江大和》,而这次和谭松韵的合作的向风而行,网友们纷纷将《难得消停》这个名字命名为CP名。 王凯与谭松韵在演员和角色上的契合程度,可以说是配一脸了。 在这段时间里,《难得消停》成了当下最火的迎评,CP。 在电视剧《向风而行》中,王凯和谭松韵的吻戏让人印象深刻。 那些传言说,王凯在拍吻戏时从不张嘴,实在是太小看他了。 王凯修长的大手,温柔地揉拉着橙霄的头发,那可是又酥又郁。 在拍摄电视剧《欢乐颂》时,他与王子文有一段吻戏。 据报道,王子文曾因王凯太过矜持而抱怨过他,说拍吻戏的时候他从来不张嘴,太难受了。 然而,这并非因为王凯不尊重王子文,而是因为他觉得这种行为有点不真实。 在和谭松韵拍摄吻戏的时候,王凯展现出了积极主动的一面,甚至打破了自己一直以来不张嘴拍摄吻戏的原则。 在片场,王凯紧紧搂住谭松韵找寻最佳的拍摄角度。 尽管现场气氛紧张,但在导演一声令下之后,王凯便紧紧地环抱住谭松韵进行了一场热烈的法式拥吻。 在某次活动中,主持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询问了观众们都好奇的问题,谭松韵是否有可能和剧中的角色发展成现实中的恋人关系。 然而谭松韵接下来的回答让网友们大跌眼镜,他直言不讳地说,看缘分吧。 这句话虽然含蓄,但却暗示了两人之间有着超越工作关系的可能性,这无异于官宣了两人的关系。 《新评乐》里,王凯和江书颖饰演一对情侣,和王凯一起出演女朋友,江书颖和谭松韵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。 语言风格的古今交融,通俗易懂的文化背景,每一个小细节都体现了大宋风。 同时,这种具有证据范式的剧本,使观众对宋人的时风、时韵、时情有了更深的认识。 其间穿插着宋朝闻人意识,以后爱情,更让观众感到对剧中有一种可触摸的温情。 但无论是谭松韵,还是江书颖,都拥有很好的电影资源。 熟悉童谣的人,都知道她和王凯在《大江大河》中的合作,饰演的是王凯的妹妹宋运萍。 她的出现,就像是一道清风,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 而童谣和王凯的组合,也被认为是一对兄妹,但王凯毕竟比她大了三岁,所以两人在一起的时候,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 王凯与王子文在剧中的《如果蜗牛有爱情》、《欢乐颂》等作品中,也算得上是一对。 不管是《欢乐颂》的前一季,还是后一季,王子文和王凯这对CP,都是备受争议的一对。 一位是文质彬彬的球衣,一位是街头的商人,两人的爱情经历,都是喜忧参半。 其实王凯虽然在走红之后,拍了不少戏,但其实绯闻并不多,演技也一直在精进,是个很踏实的男演员。 至于在荧幕上,到底和谁更配,作为吃瓜群众,咱们就在茶余饭后娱乐一下,也不要太计较了,请大家理性追星,不喜无喷哦。 你期待王凯和谭松运在一起吗?